幫忙 讓張官以後 沒議長的生長 我們都不講不許 我們都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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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全部刪除500萬元預算 和反對刪除預算的市議員護槓 擦槍走火 雙方情緒一度相當激動 而聽到喊出要動用表決 雙方更是火大草純一團 互不相讓 基隆市議會在審查 基隆市政府官銷處編列 基隆最佳壽司大賽活動 500萬元預算時 引爆基隆市議員 在這次定期大會中 最大的頭角衝突 居中協調的議長童子偉強調 各黨派都有各黨派的看法和立場 因此從衝突到妥協 到圓滿解決預算問題 身為議會大家長的他 肯定所有議員們的表現 也落實市議會公開透明的做法 我們這次定期會中 大家非常激烈討論的一個過程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衝突 妥協進步的一個過程 我想這非常符合民主的價值跟精神 所以我們身為議長的角色 適度的開放大家做溝通 因為我們每一個民意代表 每一個代議室都是來自不同選區 代表著各自的民意 我想有很多溝通的過程 是對政治價值來說 是非常好的一個民主精神 那對市政府來說 也是一種妥協跟進步的過程 因為監督市政 像昨天的史安特別提出來 我們學雷茨議員特別提出來這個問題 讓市政府也注意到 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調整 跟在政策上的改變 那我想預算的協商 像昨天經過大家激烈的討論 我覺得我們在協商的過程中 算是還算完美的落幕 就像預算還是正式的通過 那我想國民黨團有國民黨團的立場 民進黨團也有民進黨團的立場 無黨級的角色也必須扮演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我昨天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基本上我們是一個非常肯定 我們所有代議室的狀態 大家溝通過程在議事庭裡面來做討論 就是讓記者朋友 讓市民朋友都知道 市議會就是一個透明公開 每一個代議室都代表各自的選民的聲音 由於在這一屆新議會中 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大黨各有12席議員 而無黨級議員也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因此在衝突中 議長童子偉也協調市長謝國良 分別溝通雙方贊成和反對的議員 從衝突妥協到進步 共同達成政治上的圓滿 持續推動市政的進步 國民黨團在議會 本屆的議會有12席議員 民進黨團在本屆的議會也是12席議員 我跟市長分別扮演著 我們自己黨團的一個角色 所以在雙方衝突的過程中 我跟市長協商 我們彼此 國民兩黨團可以接受的部分 可以回應市民 可以對市民交代的部分 來做雙方的協商 所以我們討論完以後 請大家也稍微理性的溝通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過程 那我跟市長其實 昨天市長也相當的辛苦 要溝通自己黨團 那我們也跟自己的黨團做充分的溝通 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政治妥協進步的一個過程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